前周杰跟伯 时刻否认抢吻李心如事件 他认为如果自己真的做出这种事 李心如完全可以当场抗议 没必要事后算账 其实这两人恩怨有来已久 李心如除了说他口臭爱舌文 还说他抢镜头 巧合的是苏友鹏也说他爱抢镜头 他把陈志鹏牵扯进去 然而周杰是不是真的向他们口中所言呢 作为周杰的恩师 琼瑶确实有不同看法 在一次采访中 琼瑶表示周杰是个很特别的人 他对情绪感情和对戏的理解 会有很多很复杂的角度去看 说白了就是想的太多 正因为这份完美主意 周杰坚持要把窩心改成开心 也因此得罪了台湾演员 虽然最后琼瑶拍板赞同周杰 他还是和别人解下了梁子 还有一次周杰开车送赵薇 李心如和宋友鹏回饭店 已上车三位乘客睡着了 他却因为太疲惫 差点撞上桥墩 吓出一身冷汗 事后周杰把这事告诉琼瑶 琼瑶让他晚上别开车了 而赵薇等三人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还以为周杰小气不愿意烧上他们 面对误会周杰听而认知 后来出演话剧北京法院寺 遇到远舔信心结缘 舔信心是后特了 周杰有什么都会跟我们讲 但不会对外解释 他觉得解释没用 作为多年前的旧闻 周杰舍闻林心如的事情 也一直在网络上被热传 对于这段旧闻 很多人也因为周杰抢闻林心如 感到周杰实在有些恶心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应该是周杰故意占林心如的便宜 虽然周杰也是极力为自己辩护 但时至今日也没有获得大家的原谅 或者说大家依然坚持 认为周杰当年占林心如便宜 让人反感 不过最近几天周杰开始炮轰林心如 从而再一次使这段旧闻引起热议 这一次很明显周杰赢了 其原因就是周杰并没有只是强调 自己当年舍吻不是强吻 而是间接地讲述 内地演员和港台演员待遇的差别 甚至说类似某些港台明星都自认为高人一等 其实内地人周杰的一番言论 又因为某些网友搜集资料进行佐证 从而获得了大量网友的支持 看来此次周杰真的要翻身 洗白自己多年的委屈 而也有网友称 周杰此次是故意利用了矛盾 从而激起一些人的不满 吴京电影《战狼2》之所以大红大紫 就是因其大打爱国牌 将爱国主义精神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从而使得人们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 也正因为如此 这部电影票房上升迅猛 更是成为了最高票房国产片 所以有网友称此次周杰拿两岸关系来说话 炒作得好聪明 也是紧跟了《战狼2》的节奏 更有不少支持周杰的网友称 我们吃瓜群众都欠周杰一个道歉 换而言之就是误解周杰的围观者 也应该向周杰道歉 可见周杰这次真的要洗脱自己当年的委屈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